今天最主要想說說究竟在一個醫院或醫院管理局核下 有什麼醫護的支援工作讓大家可以選擇來做的呢? 其實最主要分開三個範疇 第一個範疇是病人服務助理 第二個範疇是運作助理 第三個範疇是行政助理 第一個說的是病人服務助理 究竟是做什麼的呢? 它是一個很專業的工作 是要提供一些臨床的個人護理服務 包括什麼呢? 我們會包括幫病人洗澡、洗臉、口腔護理、餵食 以及會幫助他們轉身 因為病人不能夠長時間睡在病床太長時間 都要靠你們移一下體位 有時候可能要參乎他們去洗手間 除了一些比較貼身的臨床護理服務之外 還可能要照顧病人和病房消毒和清潔的工作 除此之外,對病人很重要 對醫療人員還不重要都很重要 因為在醫生、護士、專職醫療的同事 做一些檢查或者治療的時候 他們要從旁做一些協助的角色 有時候他們會出去做一些外展服務 他們都會跟隨一場去打點周邊的細節 運作助理要做些什麼呢? 我們會分過三個細項 做一些清潔、運送和保安的工作 清潔是說的是什麼呢? 是整個醫院的範圍 除此之外,他們要幫忙運送病人 而最後一類保安 顧名思義 當然去做一些日常的保安工作 巡查下、醫院範圍等等 下一個工作範疇就是說行政助理 當然是做一些文職的功夫 但我想大家去幻想一下 他不是單單坐在電腦前面 打字這麼簡單 你幻想去一個管家 他除了做一些大大小小的行政工作 減輕了醫護人員的文書工作量之外 他還需要去解答一下病人的查詢 整個病房有很多文具 或者一些醫療用品 其實定期都要去存放 或者去訂購 我們有些醫療用品 定期都要維修、檢查 這個文書又是起這個作用 去幫忙提一下部門 要去維修 或者幫忙聯絡其他部門去協調 幫忙聯絡 Dale 這幾天 他一位 他才cha 製作人 所以 專門